我希望台湾的朋友能够体验到香港节制的抗争是我们最后的底线 我们节点抗争的话我们也不是说什么民主 只是说我们的自由我们的人权人受称害了 我也真的希望台湾的朋友从香港的经验里面 去看以后你的路应该是怎么样走 在整个抗争里面在上一月六月六号 我们的律师团队最少三千个律师走出来 在整个图片里面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一群律师不少个三千 是走在马路上走 走了一个多小时 走到政府总部里面 然后我们在哪里 那么就站在哪里面对政府 希望政府会体验到现在香港的危机是什么样子 香港的一国两制还存不存在 在香港我们要求的自由人权受了控制的话 香港基本上就没有香港这回事了 我们再看下一个图片 下一个图片的话就是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警务处长 他在事发到哪一天 他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你们这些人犯的事情就是暴动罪 我就很奇怪我们的警务处长他是指罚的吗 他有什么权利去定性哪天发生的事情就是暴动 暴动在法律上的含义扣成犯罪要件的话是很复杂的 不同我们所说的谋杀 如果谋杀的话就一个杀了一个嘛 这是谋杀 强奸也是一个单的行为 single act 但是暴动罪的话是很复杂的元素 但是事发的当天他就站起来说我们定性为暴动 这样子的话如果警方也可以将一件事情定性为暴动的话 那么检控部门的话他们站在哪里 法律的元素还站在哪里 他基本上就没有资格去说这句话 而且他也是全部说错了 但是为什么他会怎样说呢 就是当天警方用了是过分的暴力去打我们的学生 他一定要怎样说 然后才将他的动作 他的暴力行为合理化 justify what he did well in that particular night 他怎样说的话 就是将所有警方的暴力行为变成合法 因为如果在暴动结果罪名之下 警方可以用很多的武力 但是他怎样做的话 还将法律的制度放在眼里面吗 香港还有法治吗 如果没有法治的话 香港还有生存的价值吗 我们再看下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 在图片里面的话 就是香港发生的所有的行动的话 年轻人都是一个带一个去帮忙 一个帮一个 我们要求的物资啊 什么雨伞啊 他们就在前面吼 然后后面的话 就这样几个雨伞 一把一把传进去 他们在后面吼 我们要口罩 然后同学就这样传进去 在哪里 我的感受就说 好像在校园里面 一群同学 对对抗这个 警方的暴力行为 如果你在现场的话 台湾呢 我相信百分之百 你会流眼泪 你会感受到 哪种辣汉 哪种无作 哪种无赖 哪种对抗暴力的精神 是很强很强 但是我们没有推下去 这个图片 我想大家也看过 就是可以看到 站在前线的年轻人 他们只有 他们有的是什么 就是雨伞 他们用雨伞的话 就去挡 挡警方的子弹 也挡警方的胡椒喷雾 我出了一弹 结果出了一弹啊 我们知道 原则上 根据警方的守则 不是向人群里面打的 是看方向 然后打方向上风 然后吹了一弹 然后吹过去人群 因为吹了一弹 最大的目的是怎么样 驱散人群啊 但是现在香港警方 是做了什么行为 他往人群里面就打 就射过去 这样子是驱散行动吗 还是去打 这个群众 这个学生到了医院的话 我到医院去帮助他们 然后警队就说 如果你说 这个受伤 受伤 是警方打的话 你要证明他有意去干 然后我看一看 这些学生的背 打了二十多棍 你打一棍 还给我说 是不留意 你打人家二十棍的话 怎么说不是 出意去打人家 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最后一个图片 我想大家看的 就是他们 就是年轻人 我想说的就是 看一看图片 看清楚一点 他们站在哪里 他们站在最前线的话 不只是为了香港 也是为了台湾 为了台湾 我希望的话 就是真的 台湾的朋友 你从香港的经验 可以看到 如果你面对这样子的政权的话 你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是跟他谈呢 还是真的站得很稳的话 你能说 不 我不接受 希望你们 可以从香港的经验里面 学到 你们应该去 怎么对 这个专制的政权 或怎么样去面对 你们应该采取的制度 你们应该采取的态度 怎么确定 这个台湾的路 应该是怎么样走